滨城国政主席人选今天终于出炉 民政党总秘书邓张耀将取代首相署部长徐子庚出任州主席 再来借全国大选上阵 邓张耀表示自己在知道可能接任滨州国政主席一职后 已经拟定应付来借大选的策略 吉隆坡市政局执法官员今早8点左右在警员的陪同下 到独立广场展开清场行动 详细拆除现场所有帐篷也逮捕了两名参与者 据悉参与者和执法人员一度发生拉扯及肢体冲突 全国总警长Ismael Alma指出 警方只是配合市政局的行动 因此他无法针对以上事件发表任何评论 吉达亚罗士达一名妇女申诉 书名便衣警察进入脚地按摩中心调查后 把她带上警车 他质疑对方身份而企图逃跑时 混乱中击中一名警员的嘴巴后被指袭警 结果被两名男警员戴上手铐后殴打50多拳 警方已着手调查此案 并已向9名警员录取口供 现在的政治容物不容易当 18班无意得样样精通 为了应对来届大选 行动党推出了竞选歌曲 《明天》 国语版本为乌霸 还邀请到音乐人 宇恒 管启元 以及何宇恒导演制作 除了森美兰行动党主席陆兆福 为国文版本篇词外 多名国州议员也有份参与演唱和MV的演出 昨天晚上在吉隆坡黄越海大礼堂 举办的清贫乐之夜 佛教艺术表演慈善筹款晚会 出席人数爆满 共赏一场静音 静心 静土的佛教艺术表演 晚会吸引超过2000人 各佛教灵秀等 除了佛教艺术表演在歌载舞外 也邀请了本地著名歌手献唱 让观众大饱颜耳福 更多新闻请留意 星座日报或浏览星球i.com